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菜小孩子看到以后一定会非常喜欢 第一个手枪腿我们先要把这个骨头先去掉 那么去这个骨头的时候 这个就只需要跟着这个骨头撒几刀 就把这个骨头把这个骨头里面的骨头先踢出来 大家看一看 这边先给它拔一下 这个跟着里面就是一直切下去 就千万不要把这个肉切断 大家看一看 里面也是筋膜 这个稍微小心一点点 我们做出来的时候 是整个骨头 都做这个骨头我们就可以多掉了 就这样子拿出来了 那么就是说我们取出来了个鸡腿肉 因为它有一些地方比较厚 我们厚的地方稍微改一改刀 改刀以后 它等下熟的时候比较好熟 大家看一看 好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厚薄都一样了 我们再过来就要腌制一下 大家千万记得 筋膜腌制有一个秘诀 第一个姜汁一定要先放 因为姜汁下去的时候 然后姜汁对整个鸡腿 它那个有蛋白 会比较有分化的作用 大家看一看这个 那么就是说 放完那个姜汁以后 我们一定要入味 那么入味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用糖啦 生粉啦 盐巴啦 就这样子 我们就是因为小朋友在吃 糖稍微多一点点 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说 用个一茶匙的 要四分一茶匙的 拿一个糖 二分一茶匙的盐 有一点点味道就好了 这个 大家千万要记得 腌肉的时候一定要 油 油 放一点油 然后再来放一点生粉 生粉不要多 因为等一下我们煎的时候 我们要让它有点点起浆的作用 大家看一看 那么我们做好以后 我们就稍微给它放一下 让它腌一腌 那么再过来我们就要开火了 那么这个菜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做叫嚣的味道 那么叫嚣哪个鸡腿 我们要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说鸡腿一定要整腿的 做起来我们都是要切的时候 还形成一个鸡腿的形状 第二个我们就是酱料 那么今天我们是用那个焦烧酱 那么这两个部分 我们等一下分开来做 那么其他副料的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我们把油放到锅子里面 锅子先消热 消热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腿煎一下 热一下 那个油温热了 也不需要太过于拿一个热来 拿一个油温 把鸡腿放下去 因为这个鸡腿啊 用煎的话 那么我们火不能太大 太大了 表面糊掉 那个里面还没有煎熟 所以我们在这个煎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用心的稍微等候一下 我们拿一个煎的时候 最后拿一个鸡肉的那个部分 稍微煎久一点点 就是鸡肉这个金王室以后 看起来就非常好看 这个鸡腿啊 煎一煎 大概煎一个七八分钟 那么原则下 就可以好了 大家看来看 哎呀 这个鸡腿非常漂亮 好 出锅 那么我们这个油啊 先不要放掉 稍微等一下 我们还有一些配菜 是要煮的 好 我们先切一下这个啊 哎呀 非常漂亮 太漂亮了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大家看一看 哎 今天这个饭 好像给小朋友吃 他们一定会很高兴 好再过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配料 你总不能只有菜 只有肉 没有菜 所以我们呢 今天特别为小朋友 看了看 我们非常漂亮的 玉米粒 红萝卜丁 洋葱 炒起来 就非常香 非常美味了 好 因为我们呢 在做菜的时候 除了好吃 我们一定要兼顾到 所有的营养情分 好 我们这一点点水 一点点就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 稍微调一下那个味道 来我们小朋友 不要喜欢吃一点点糖 一点点盐巴 一点点味精 鸡粉 好 我们这边就可以先出锅 来看看 非常漂亮 再过来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就叫烧鸡排啊 我们叫烧酱 就要出场了 这个烧酱啊 这个烧酱啊 有很多人 跟那个原材料 一起去煮 但是啊 我个人感觉啊 这个烧酱应该是 我们是 后家的一个酱料 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烧酱 再放两个漂亮的西兰花 好了 今天那个赵小鸡 小朋友一看 一定会很喜欢 香味非常好 来 等一下跟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那么漂亮的赵烧鸡腿 让我来尝一下 嗯 肉质非常美味 做法也非常简单 你学会了吗 让小孩子胃口大开的赵烧鸡就做好了 您学会了吗 烹饪赵烧鸡的第一步 只将手枪腿去骨 去骨的时候 注意不要切断筋膜 要保留鸡肉的完整性 第二步 将整块鸡腿肉厚薄不均匀的地方 做改刀处理 这样更利于鸡肉的成熟 第三步 腌制鸡肉 先用姜汁去除鸡肉的腥气 同时激发鸡肉的肉质蛋白成分 其次 再用一茶匙糖 一茶匙盐 适量的食用油和生粉 浸泡平刻 第四步 起锅烧油 将鸡肉下锅煎至七分钟左右 这里注意火候不要太大 防止鸡肉的表皮和内力成熟度相差太大 影响肉质口感 第五步 鸡肉出锅后 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 小心装盘 将配料玉米粒 胡萝卜丁 洋葱 下锅炒香 再放入适量的糖 盐 鸡粉 调味装盘 最后将照烧酱在锅里 稍加预热 均匀浇在菜品上 就可以完成了 咸甜适中的照烧酱 让鸡腿肉的鲜嫩滋味 更加突出 腌制后的鸡腿肉 煎至成熟后 更大程度的保留了鸡肉的蛋白质成分 肉质细而不柴 汁水方盈 再加上丰富的配料 更提升了菜品的营养层次 有这样一盘照烧鸡 无论视觉还是口感 都会让您家的小宝贝爱不释口 肉质非常美味 更多菜品详情 请关注中华美食频道 官方公众号 和有字有味抖音号 你想学的菜品 这里应该